有情感色在裡面,但是姚周老師是不一樣的 其實這個導演,因為這個片子馬上就要見觀眾了,我覺得沒有必要隱瞞太多 不是,你一說這話導演特別害怕,這是有虛透的意思 我們倆其實是一條線,但同時你身心充滿的痛苦和休憩 我們先來看一下在片中他們一面身份是什麼 先來說劉亦菲好了,在片中被送到草草身邊的時候,你是主要負責 呃,名義上應該是負責她的那個,就是應該是負責她的生活 就是什麼,齊絕,照顧她,餵藥啊,食藥啊,然後服侍她這樣 有點像那種適合的感覺,是不是? 應該是 嗯,那,劉亦菲在片中的這一幕是? 這個是騎鯉,這個是依菲跳舞 那場戲其實全組人都在看舞,都在看她跳舞 像花哥戴月兒照跟寶寶一樣 嗯,您對這場戲,對劉亦菲跳舞的新印象很深嗎? 嗯,那天全組人都在看 嗯,所以那也是她在片中的一個身份,就是可能除了做草草的侍女之外,還有一些歌舞的這樣的一些部分 嗯,等於是我們是能說的 我在 sh... 我媽 妳現在說您自覺是什麼事? 其實我特別 b أن deput 嗯 常常其實不信任任han客人,她信任我 您 她剛才英才曼多一直在說,咕,等走到今天就是不相信任何 quella的事 你受者 嗯 所以她走不到今天就是它多了一個年 嗯 所以說我很憂悅的王,其實就是信仰我,自然他兒子都不信仰,就是信仰我,但其實我們倆在他身邊最近也是,結果就是怎麼樣把他殺死為最後的目的。 這個我們看到的一個是太醫嘛,然後剛才說一個是侍女的角色,但其實也有一個劇照片,大家看出來他們自己身份絕對不一般,來看一下。 劉亦菲這張是在練舞嗎?好像剛才電話中也有鏡頭,電話中也有鏡頭是在練習,這個是在宜山洞裡面,就是小時候的死事去練,死事,就不要命的,有去無回的,自己練都要不要殺曹操的,就是從小被洗腦成這樣。 那我們剛才看到太醫這個時候的那種表情,就是感覺心中有計謀,已經設想好了什麼了? 其實也沒那麼深,就是因為都等了幾十年了,就為了今天就一下,這一下。 就等今天了,我們等了這麼久,也是要等9月26號這一天,能看到紅雀台,讓我們過一把瘾。 所以其實在這部片子裡面我們看到,因為不能跟大家說太多,最好就是今天晚上零點, 包括之後我們電影上網之後,大家親自去電影面去看,但是呢,這場當然還是有福利在的,因為聽說好像劉亦菲在裡面不僅有跳舞的部分,而且也唱過那首鼓鼻曲。 就是那首應該在跳舞的時候會放的那首歌,叫做等雪來,我們今天特別好的編曲,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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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花开 孤影逐卷开 你在等着谁 我在等学来 满口琉璃菜 却肃尽悲哀 孤独是爱人已不在 岁月如城的爱 敲门红颜感 你是花开 敲门打开 敲笑以外 你随身安慰 天地爱爱 敲门红颜色 敲门打开 敲门打开 敲笑以外 敲门打开 殘寒 這個角色我們也能看到 就像導演說的 讓黃曹變成一個人 有血有肉有感情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的角色 看到有情有義的草荷 我們快來看一下情殺的部分 年安的二十四年度 我被死亡同缺帶 我們所有人 都是為了殺一個人 女殞 這就是 那個天下權力最大的人嗎 既不到我的心 就既不到我的事 奉穫的還是喜歡你 我能對待你 為什麼非要是他 沒有 天下會是我們 但是這樣 我和我愛的有種繁榮 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究竟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走进她的心 你能走到今天 就是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这一版的感觉跟前面那三个天花 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我能大胆的猜一下 请问是这个杀手 最后爱上了要杀的人吗 有 有这因素的应该是 曹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带你看吗 有的 不自觉的被吸引吧 是片中的女主角 不自觉的被曹操吸引 我是这样感觉的 那因为跟周二发合作嘛 其实大家蛮想知道说 你们两个人在合作的时候 觉得周二发发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发哥的电力真的很强 因为 就他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人 演戏的时候很安静 就会看着你 然后我也会看着他 所以就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 但是就是很容易入行 嗯 他会有那种压迫感的 有些比如说可能 刚到天场的时候 会主动跟大家打招呼的那种 还是说就是一个人静静的待着 他在现场也特别热闹 特别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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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在的时候其实大家都 特别 嗨 哈哈哈 就是会拍羊肉串啊 天冷啊 大家带一个 他有几种福利啊 对 他自己带一个耳麦 因为冷啊 天 然后别人拍戏的时候 他偶尔就会在旁边 他那个相机就是这样子 挂着胸口拍 拍大家 拍他喜欢的肖像的东西 嗯 我觉得你刚才说 他来现场特别拍的时候 特意用眼神征求了一下 我们就在盘下就做导演 还有主创 大家应该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 还有一件事我要跟大家媒体说的是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刚才这个片花当中 好像你是以两种造型出现 呃 你说那是 就那个 死是那个 和公平那个嘛 对 就是两个身子 对 对 就邻居的妈妈也是我也 但这只有几个镜头 可是邻居的妈妈是什么 貂蝉 貂蝉 所以你一个人在天中饰演了貂蝉 貂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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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有考验吗 演妈妈跟演女儿要怎么区分呢 我没有区分 我就是演貂蝉的时候 我看到了所有的场景 就是当时描述的场景 嗯 就比如说是余幕在教头台 那我只是看到感受而已 我没有用 呃 女儿和母亲身份来这么区分 因为本来她们就是两个人 就是 对吧 呈现出来虽然长得是一样的 但是一定会有 美女会问说 演四大美人之一 会有压力吗 就演这么一点 我没压力啊 因为我也没把她当美人 我也没把自己当美人 就演戏本 她们这样 她就是雕像一个活动生的人 在这一年就对了 对 那其实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 不管是秦瑟权谋也好 围绕的都是一个主题 就是曹操 因为曹操这帮人才集合在一起 才共同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杀了她 对她们来讲 其实她们看曹操 没准比我们看要更准确一点 所以我们要再次请上我们的主创 来给我们描绘一下心目中的曹操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请苏友鹏 易能记 求亲选择姚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